今天对于胡人来说,绝对是非常黑暗的一天,不仅球队大比分输球,还因为最后关键时刻被让詹姆斯上场,而闹得非常不愉快。 虽然目前詹姆斯和沃队都没有表示什么,但是心中难免产生了一些隔阂,不过对于胡人的球迷来说,好消息可以一个借着一个的来,钱德勒目前在和太阳签订买断协议,加盟胡人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,而快因为洛就在传一件喜讯,其实对目前面临瓦解。 泰伦鲁被辞退之后,球员们纷纷表示不满,JR已经提交了加益申请,而除了JR,科沃尔也非常的愤怒,其实早在之前球队高层就对科沃尔承诺,如果詹姆斯夏天选择离开,就交易科沃尔,可是高层并没有对线承诺,看到昔日教练和队友的情分上,科沃尔也没有在说什么,可是如今不同了。 泰伦鲁和JR纷纷离去,让科沃尔对这块土地早已没了眷恋。 据科沃尔的经纪人称,他们目前已经向球队提出了交易申请,如果球队不允许,将直接进行毁约,即便是面临高额的罚款,他也毫不在乎。 此外经纪人还透露出一个消息,科沃尔的下一个东甲,岂有可能是胡仁,而魔术师也对他表示出了很高的兴趣。 倘若在不久之后,胡仁真的引进了钱德勒和科沃尔沃,那么这套阵容就真的非常完美了。 我们来客观分析一下,胡仁目前在内线表现得并不出色,麦基的进步虽然有目共睹,但是他毕竟在防守端有些吃力。 而且内线的轮换,也一直是令胡仁头疼的问题,钱德勒一旦加盟,就可以大当缓解胡仁内线的防守压力。 无论是换防还是蓝板球的控制上,豆胡得到明显的提升,钱德勒虽然已经有36岁高龄,但是他毕竟是11年的最佳防守球员,意识和力量还志在,对胡仁的帮助不可为不大。 其次,科布尔是目前联盟中属一属二的定点三分投手,而且他本身的薪资也不算太高,对胡仁来说完全可以接受。 更重要的是,他非常适合詹姆斯的个人体系,堪称目前联盟中最适合老扎的人选。 平心而论,目前胡仁的封线战斗力并不弱,库兹马,英格拉姆以及史蒂芬森都是能投能突的猛将,但是乱三分投射能力。 这三个人也只能算是B级甚至B的水准,而哥尔沃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一问题。 这对于胡仁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,为什么这么说呢? 这个赛季看了胡仁比赛的人都知道,胡仁习惯性挖坑,往往在第三和第四节会被对手拿到很多的分。 一旦出于落后,尤其是十几分二十分的时候,追分特别困难,而对于现在的联盟,二十分的落后根本不算什么,最大人也就是有着大量的三分投射能力,可能一波小高潮,三四个三分球,瞬间就将烈士扭转,而胡仁却一直做不到这一点,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三分球。 另外,科布尔在詹姆斯身边早已习惯,也是当年连忙的头号三分射手,十四年创造了连续一百二十七场投尽三分的记录,瞬间要是能再次回到詹姆斯的身边,想必依靠詹姆斯的吸引防守能力,并能为他创造更多出手的空间,而胡仁,也将迎来再一次的加强,未来可期。